大家好,希望现在这个世界不怎么太平,希望大家安全健康 最近的话呢,这个就是战争也好,还是说这个局势都不太平 再加上这个物价上涨,我在这几年在考虑呢,就说买点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通货膨胀嘛,就是说买些东西如果需要用的,就是可以放在家里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叫做所谓的战术背心,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买这个东西的主要考虑呢,当然是家庭的这个Home Defense,自我防卫 自我防卫Home Defense呢,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说 你家里有这个自我防卫的武器、枪,就是在紧急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能够快速的能拿到,然后来做这个Home Defense 所以我的考虑呢,就是这个呢,就可以方便的把这个手枪 尤其是手枪,还有弹夹等等这些东西,还有什么 就是你需要觉得这个Home Defense需要的东西呢,把它就是装在这里 平时就是说放在一个特别方便,能够快速能拿到的地方 起到这么一个目的,这样的话就不是说临时去找这些东西 就是你以后,比如说像弹夹呀手枪,你都可以放在一起 这样你在紧急的情况下,可以快速的把这个战术背心 批挂在身上,然后你就可以快速的这个做家庭防卫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虽然不是防弹背心 但是你可以很容易的买到一个这个防弹板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是10x12的 基本上这个这个规格应该还是比较标准的 这个呢,是可以号称可以抵挡这个,这个Rifle 像这种,我不太记得具体的参数了,但是就是说它是一个防弹板 这个防弹板呢,这个战术背心它的设计呢 是可以很容易的,就是装在这个背心里面 OK,装在这背心里面,就是它就有这个防弹的功能 它这边写的是body side,所以应该是这么装 OK,对,这样 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战术背心上面呢 它有很多的这种 刮,就是勾挂的这种机制在里面 比如像这个,另外一个考虑呢 就是说在home defense的时候呢 你需要有这个足够的证据 来让你的这个home defense的这个shooting啊 就是合法化 这个通常就是说之后会有很多的这个legal的考虑 那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有这个当时的这个视频的这个证据 一般家里呢,都会装这个这个home的这个camera 对这种系统 但是它的这个缺陷呢,就是说它不一定会cover在各个角度啊 角落啊等等空间 所以我的一个考虑呢,就是会弄一个这个body cam 就是警察用的那种啊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挂在这里 把它挂在这里 这样的话,在你在做这个home defense的这种situation呢 还是一样,就是你不用到时候临时去找 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一起 你皮挂上之后呢 你就可以快速的把这个body cam打开 这样的话就是当时你做这个home defense所操作的遇到的情况 就都可以被这个body cam把它记录下来 OK 然后这个具体细节的这个 这个战术背心的这个 细节的话呢 就我就不在这里具体说了哈 这个网上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然后我买的这款呢 在网上的review也相当的高 然后我看了一下 就是这个今天刚收到哈 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制作的这个质量哈 quality 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OK 就是感觉就是quality不错 然后呢 它有很多的这个 呃 兜啊 就是装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防弹板 还包括就是说 有这个旁边的这个兜 可以直接装这个 包括手枪 就是这个哈 包括手枪在内的 还有弹夹等等 这个都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这这个呢 就是符合我的需求 OK 好 谢谢大家 那一个 祝愿大家 就是 呃 不需要用到这个哈 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和这个 呃 健康 呃 祝福大家 OK 好 谢谢